斯蘭爾實在是太任何謠,防潤了觸國防國,防潤了五國打五國,打了五國不信員 船要在任邊境全體備戰,為日後一舉吞定五國做準備 斯蘭爾借頭的威風呀,也事不得已 功勞榮微白白擺在亞里,就算想低調他也低調不起來呀 這就說曹桑十分的不爽,曹桑手底下全是讓了一批人的,卡門紛紛給老大獻的意責 你看斯蘭爾為什麽那麽威風,無非就是打了幾者勝仗 而在亞國士兵強華壯,想跟誰打都能贏,李剛瑞也出去見功勞結一番 至於對手說,渣援就不跟斯蘭爾一樣了,選足國號了 手下人的這番話讓曹桑肯是受容 對呀,我也是仍然之後,全是大將軍,卡斯蘭爾能做到的事情 我也應該能做到,就這樣,在斯蘭爾尤精德性的第二年 也就是功勞兩百四十四年的春天,曹桑決定要從關中佛兵 去討佛屬國,聽到曹桑要跟屬國打,斯蘭爾這心理就是一驚 雖然他並不喜歡曹桑,可也不想藝國的軍隊 這麽白白的租特地啦,就極力的進行了一番勸了 可做了那你故接受斯蘭爾的好心啦 最後在他的仇業之下,皇帝做方為是批准了這射行軍 如同以往的操作一樣,爺軍想要攻打屬國 那首要的進攻對象必須是漢中,指示 逐國著手漢中的統帥叫黃平 你若果對秦漢三國五百年,前年的內容記憶比較深刻的話 應該具對這個輪志有點印象 他就是當年跟雅叔一起守家庭的那位,當時雅叔兵敗被斬 黃平因為收拾雜兵穩穩後退有功被封為土舊將軍 以後受到重用,意在證視他在據守漢中 對抗藝國,黃平得到了消息,興越藝國大將軍曹爽 帶領部兵騎兵十麥多人來進攻漢中了 前鋒部隊已經到達了落局,距離漢中不太遠了 當射屬國在漢中的絕軍,船不到三麥人 聽到藝軍來攻打的消息,很多人都慌了 他們有的人向黃平建議,藝軍來的人太多了 根本就不是我能抵擋著的,所謂好漢不吃的成規 他們應該放棄雅城的楊平關,後退到漢城和綠城 再向朝廷星球增援,雅里城蛇比較堅固 利於防守,雖然暫時讓藝軍進了漢中 只要我們堅守著漢城和綠城,等最近浮城的援軍一度 盡能奪回楊平關,把他們趕出去的,和平擾擾擾擾頭 理越的不對,浮城到漢中有得千多里的路程 援兵一時背貴不配趕路的,要時鐘也再出點插著 時間就更活佛的信了,如果把藝軍放進漢中 那彝制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後面不遮到會產生多少麻煩 所以楊平關是讓樂不能拱手上讓的,這樣吧 護軍流暈和道心軍,但一部分人馬手在輕勢一帶 我統領大軍給理由做後援,如果那軍不全力攻打輕勢 而是分一部分人去打黃金城,那我就甚至帶兵去救援黃金城 只要大家奮勇作戰,那軍不會有很容易得守的 只要奧到浮城的援軍到來,打退那軍就不事願提了 這在市上上之策,黃平再血出這個戰略部署的時候 除了護軍流暈之外,手下沒有一個人是贊同的 可黃平畢竟是此處的最高軍事長官 大家雖然心理別紐,可也只好只會別紐著去執行了 要越黃皮雅,長真是有點高鼓吵爽了 別絕分別攻打黃金城,就是你軍主力全力奔興勢來 都是一點被人滅煎到,雖然雙方的兵力差距很大 可兵紅紅一個,張紅紅一鍋,在造長的指揮之下 那軍的人數多勢,根本就體現不出來 他會就在輕勢死死的被人住了 你越,那最就人住罷,最少在自由方面 你軍全是不配合規,可沒過多久 後勤保障出現了問題,應該是這射出佛的比較裝促 量組供應方面沒有做好規劃 不遮到哪個環值出現了問題,軍需的量組供應不上了 人就不用月了,就連牛仔羅雷都被他死了一大見 就在造長仇的直炸頭佛的時候 又離雷了一個壞消息,那軍進攻看中的消息傳到了成都 流氏派廢依帶領人馬前來之魂 附近浮城的屬軍也趕到了,少少的輕勢守軍都拿不下 面對離世洋洋的屬軍帶領人馬,那軍就更不是對手了 曹爽這困也不敢堅持了,畢竟懷是保命要緊了 他只好下運大軍後夕,就在攻魂244年的五日 那國大將軍曹爽的西征大軍實退 屬國軍對也是相當的友好,對他援依依不捨 一路少少追了過去,打了那軍一個伏擊,這射伏擊相當的成功 既軍府正多射在得意逃出,傷亡十分慘重 嗯